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我是威廉 以下的節目內容取材自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 艾肯雙科學院謝田教授的文章發表於《大紀元》的新聞網 中國的失業率按照中共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 2023年5月份16歲至24歲青年失業率高達20.8% 連續2個月創落2018年有統計以來的新高 統計學家指出這是中共45年來最嚴重的失業狀況 樂觀的中國經濟學家也認為這波就業危機問題短時間內不會消失 至少需要兩三年的時間才能達到平衡 達到平衡的意思是不繼續惡化 而要恢復正常的就業就是遙遙無期 就業數字展示的經濟狀況還是中共願意披露 或者是不得不披露的經濟數據一部分 人人都知道中國的GDP數據、通貨膨脹數據、貨幣發行數據、 人民收入數據、貧富差距數據等等等等 都被中共掩蓋得嚴嚴實實 按筆者的估計、參照中共向來的造假和分析 中國年輕人真實的失業率超過30%都是非常可能 中共經濟究竟如何嚴峻? 中國經濟面臨的死局是否有辦法解救? 看看中共日前召開的緊急經濟會議就知道大勢不描 中國的經濟困難程度可能很難挽救 中國可能在長期負債的情況下經濟局勢萎縮 倒退20年 因為中國經濟出現全面下滑 最近中共高級官員和商界領袖和經濟學家 至少召開了6次緊急經濟會議 據說與會者的語氣異常急迫 分析人士普遍認為中共經濟下半年的走勢極不樂觀 經濟崩盤的速度會遠遠超出預期 中共喉舌媒體《新華社》報導說 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強6月中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提出必須採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來推動中國經濟 並強調具備條件的政策措施必須及時出台 並迅速實施 中共高官要求與會者就如何刺激經濟 恢復對私營部門的信心 和重振房地產行業提出自己的意見 商界領袖和經濟學家就呼籲中共政府緊急修改政策 採取一種更以市場為導向的方式 十多名與會者還一致認為 需要更多更協調的貨幣和財政刺激措施 知情者說 所有與會者人士對於刺激措施時機 習近平鞏固權力倍感危機 上下人心惶惶的局面之下 雖然中南海北遠給出的信號是向右轉 但中共經濟的破據肯定會繼續向左轉 中國經濟會失去進出口的動力 徹底倒退 回到二十多年前加入世貿組織之前的狀態 一個最新的動態就是韓國對中國 和美國的商品出口的此消比獎 2022年韓國對美國的商品出口量 近二十年以來首次超過中國的出口量 凸顯美國在推動全球供應鏈變化上的進展 韓國在文在寅總統的強勢政策下 貿易模式正在發生變化 在經貿上更靠向美國進一步擺脫對中國市場的依賴 2021年至2022年間 韓國對中國的商品出口下降了接近10% 至1,220億美元 對美國商品出口增長了22%以上 達到1,390億美元 在美國市場相比之下 韓國的重要性正在上升 中國的重要性正在下降 中國經濟過去二十多年來的積累 是從1999年以後 2000年初從2001年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開始 因為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 美國和歐洲富裕的國家的巨大市場 協帶先進的技術、先進的管理、天量的訂單 國際的合作、國際化的分工、外匯的流入 以及因此而帶來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發展 體現了在三頭馬車出動 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 雖然從1999年開始 對上億的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和打壓 以及對全體的中國民眾打壓和維穩 都耗費了巨大的資源和大量的國力 但是港台和西方的資本源源不斷輸入 令到中共政權能夠在迫害之中 繼續收穫經濟成長的果實 但是從2021年開始到現在 所有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帶來的出口導向 經濟發展的契機全部都熄火和消失 中國面臨國際市場萎縮甚至關閉 美國關稅壁壘高期、高技術進口終結 訂單轉向越南和印度等等局面 而中國進出口除了增速下滑 貿易夥伴更加從歐美富裕國家的巨大市場 轉向俄羅斯等經濟弱國的有限市場 在兩三年之內 經濟局勢就突然出現巨大的逆轉 有人會說 在中國的供應鏈產業 雖然還沒有全部都轉移出去 但是來自歐美市場的訂單漸漸沒了 剩下的那些機械設備、廠房 如果有人收購還可以賤賣 如果沒有人收購 就會很快變成廢鐵 成為見證中國經濟泡沫 好日子昏花一現的遺骸 中國失去了 歐美的技術、市場和訂單 世界工廠的地位拱手讓給越南和印度 中共面臨更大的問題 在失去工作和飯碗的同時 還背上了巨額的債務 包括國內債務和外債 人民幣債務和美元債務 現在 中共中央政府負債 國有和私人的企業負債 各級地方政府負債 百姓和消費者全民負債 全體百姓和整個國家都在債務累累 中國經濟合入難以救的地步 負債倒退了20年 應該是從瘟疫發作的2020年前後開始 到了2022年的俄烏戰爭 局勢更加迅速惡化、火上加油 令俄羅斯國力大衰減 中共則在倒行逆施 引起國際公憤之時負債前行、暴理盆寸 今次的《紳士郭新聞》就說到此 請大家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也許請客 衝突